在八發節前後的 主要有兩個特色的氣候條件 尤其在北部的台北市而言 第一個是高溫 在過去台北市的最高溫度的前三名 都是在八發節前後 向39.3度的最高溫 目前的紀錄就是在2003年出現了 第二個 在過去紀錄裡面 八發節清洗台灣的颱風有11個 不算這個 所以這個颱風也會在八發節 影響台灣地區 這個颱風未來的走向 以及它強度到底怎麼樣 首先來看這張全球的衛星圖 從這張衛星圖很明顯 輸地了颱風在這個地方 另外這邊有一個低壓 原來這兩個雲塊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昨天來講 這個颱風還是一個清晨來講 還是一個強烈颱風 中心風速最大最強的時候 震風可以達到每秒73公尺 目前來講從昨天 八點鐘以後慢慢地減弱 因為它的雲子已經開始脫離 這變成一個熱帶低壓 未來這個熱帶低壓有發展的趨勢 所以導致這個蘇地了颱風的話 未來強度就是以目前的強度 會接近台灣地區 再增強的機率其實不高的 至於它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我們用這張衛星圖圖來說明 第一個 它過去走向非常平穩 主要是受到這個太平洋高壓影響 這個高壓從上面向下推 導引氣流非常明顯 所以因為上面會向下推 所以整個環流結構來講 非常的圓 也非常的對稱 因為它的暴風前有250公里 所以整個來講 可以涵蓋全台灣各地方 它的最外衛雲層 預計在今天下午 大概兩點鐘以後 這種雲層就會慢慢接近東半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首當其中 我感覺上一下雲比較多 一下會有機 一下一點陣雨 一下又出大太陽 這完全標準的 就是颱風的前緣的雲系 一直要颱風眼接近的時候 這風雨才會大 所以這個颱風對台灣直接有影響 各地方的風雨情形如何 影響的程度又怎麼樣 我用這張地面 它的路徑圖來給你做說明 因為氣象局在11點半的時候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所以目前還有沒有警報的那個圖 還是用早上它的趨勢圖 來給大家做說明 早上8點鐘位置在這裡 距離台北的東南方 大約是1055公里 這是我個人估計出來的 因為它11點半 它會算出正確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我也可以算 所以只是相差不會太多 1055公里 距離台東是1000公里 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 從昨天到現在 這個方向都非常的平穩 以每小時22公里的速度 向什麼方向 雖然是西北系 它是朝280度到285度的方向 偏襲這樣子進行 所以這個方向這個速度 在明天早上8點鐘 中心位置距離台北的東南方 大約是555公里 台東的大約是東南東方 大約是450公里 明天晚上20點 大概的位置在這裡 就在台東的正東方 正東方155公里 換言之 就在台東的附近 會直接貫穿全台灣各地方 這時候風雨會明顯的最強 尤其是東半部地區 其中涵蓋了北部這個地區 因為北部這個地區 剛好也是相負面的關係 所以從明天晚上20點的時候 各地方的風雨都會逐漸增強 尤其是東半部地區 一直到8號的早上8點鐘 它的位置在這個地方嘉義附近 大約是從嘉義附近出海 因為穿越中央山脈以後 它的結構會破壞 到底真正是不是從嘉義出海 要看當時的情況 不管怎麼樣 這個颱風從明天晚上 到後天一整天來講 都會影響全台灣各地方 當然首當其中就是 東半部地區大風大雨 至少有12個小時 再來轉為西半部地區 有12個小時 全台灣 影響全台灣的時間 總共有24小時 24小時雨量加起來 山區的雨量就相當驚人了 所以在這裡特別呼籲 對這個颱風不要掉以輕心 尤其是低洼地區 容易土石流的地區 因為這個雨勢來講 風力來講都很大 一直要到88節 就是8月8號的中午以後 從沿海地區登陸以後 強度會減弱 各地方的風雨才會慢慢的減弱 尤其從東半部開始 再來是西半部開始 所以在減弱的當中 是由東而西 增強的時間是由東而西 減弱的時候由東而西 增強的時候也是由東而西 所以這個颱風對台灣 直接有影響 而且全台灣都會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不要掉以輕心 特別呼籲從現在開始 就做好各項的防台準備 以上是颱風的最新動態 最新動態 4月份 10月